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C副份 GNA二极体 我们前面呢 我们介绍的是GNA二极体的其中一个应用电路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GNA二极体的应用电路有接上负载之后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基纳二极体的电路呢 我们就有接上RL负载 好 那有接上RL负载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的计算方式又变得不一样了 我们前面呢 没有接上RL负载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用什么 电源电压V1 判断是否有没有超过VZ风溃电压 如果有基纳二极体发生风溃 那相当于等效于一个电压 什么东西 电源电压VZ 好 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呢 我们现在又要来看啦 我们多接了一个负载电阻之后 RL接上去之后呢 它会变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算什么东西 多接了一个负载电阻 我们要算什么东西呢 算VZ两端点的电压 VZ两端点的电压 可是呢 现在我们看到VZ 它两端点的电压呢 跟RL是怎样 做并联的 好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去怎样 算RL两端点的什么东西并联电压 所以我们要先把VZ盖起来 也就是基纳二极体 我们先把它等效尾开路 然后呢 求这两端点的分压 也就是算RL的分压 好 所以我们来看 然后我们当我们把基纳二极体盖起来 开路之后 RL的分压怎么算呢 首先呢 VRL就是RL上面的压价 那也就是我们总电压 乘上什么东西 两电阻相加 分至RL电阻 我们就可以算出VRL 因为用分压定阻的方式算出来 好 那算出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做一个判断了 判断什么东西呢 判断我们基纳二极体的两端点的逆向电压 有没有大于它的峰溃电压 有大于它的峰溃电压 基纳二极体就这样动作 那没有大于它的峰溃电压的时候 基纳二极体它就怎样 不动作呈现开路的状况 呈现开路的状况 好 所以首先我们先来看 我VRL这个时候如果小于VZ 这个时候我们基纳二极体 它就怎样 我们基纳二极体它就呈现开路 那我们刚刚计算出来的VRL 它就直接等于怎样 我的输出电压了 那这个时候我的电流呢 电流它就等于RL了 那等于RL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单独一个回路就是怎样 V1串联一个电阻 再串联一个RL 然后再回去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回路串联 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求 V1总电压除以总电阻R加上RL 那这个时候可以算出I 那这个时候I又等于什么东西呢 我们的负载电流 因为我们的Iz 怎样 因为基纳二极体开路 所以我们的Iz就等于0A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I会等于IL 好 接下来 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基纳二极体 这个时候如果我分压算出来 也就是所谓我们的VRL算出来 它大于VZ 大于VZ 风溃电压 这个时候我们的基纳二极体 它这个时候动作 形成一个什么东西 稳压 稳压出来 稳压 电压多少 就是我们的风溃电压 我们的风溃电压 好 那接下来 这个时候我们的VRL 就不再是我们刚刚算的分压 这个时候我们的VRL 它就等于什么东西呢 就会等于我们的VZ 做稳压输出了 所以我们的输出电压呢 就相当于等于我们的VZ了 好 那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VRL也会等于VZ 因为它是并联的部分 好 再来呢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要算IL 那IL 因为我们知道VRL 它等于VZ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VZ 去除以它什么东西 除以它的RL 负载电阻 我们就可以算出IL 好 那再来呢 我们要算它的总电流啦 好 那总电流的部分呢 第一个我们电源电压 V1 跟VZ 两端点中间是有夹了一个电阻 好 所以我们直接V1 减掉VZ 然后再除以它的电阻R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什么东西 电流 好 再根据怎样 我们的节点 流进等于流出 好 我们的电流 总电流 I 流进去 刚刚这个在闪烁的这个节点 然后呢 ID跟IL 分别为流出来 所以呢 我们根据节点 哎 流进等于流出 I 是要等于ID 加上IL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接着范例讲解 我们来看到右图这个电路呢 跟前面的电路是一样的 好 我们看到右图这个电路呢 他给你V1的电压是9V R的电阻给你1kΩ 那RL给你2kΩ 哎 这个时候我们VZ的风溃电压是5V 问你输出的电压 然后呢 电流 还有IL 负载电流 还有Ie 基纳二极体的电流为多少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把 这个电压点 我们先把它写上去 V1 9V R1kΩ V1 5V 跟2kΩ 我们个别把它标示上去之后 接下来我们先把 基纳二极体 盖掉 基纳二极体先把它盖住 好盖住之后呢 我们就算 VRL 也就是2kΩ上面的 压降 好 那2kΩ上面的压降怎么算呢 我们利用分压定则来做计算 好 所以呢 来 我们可以知道 VRL 他是等于V1 乘上R 加上RL 分之RL 好 所以我们知道V1是9V 好 那R是多少 1kΩ加上RL 2kΩ分之RL 2kΩ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来 这个时候 VRL他是几伏特 VRL他是6伏特 好 那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们刚刚的V1是5伏特 对不对 好 我们VRL算出来是6伏特 那很明显的怎样 VRL是不是就大于我们的V1 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画出他的什么东西 等效电路 相当于等效一个电压 5伏特来做稳压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算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我们知道 VRL 我们金纳二极体他已经发生了崩溃 所以我们输出金纳二极体它的峰溃电压 并连什么东西 VRL 然后就等于输出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VRL等于输出 又等于V1 5伏特 好 接下来第二个部分 我们要去算RL 也就是它的负载电流 好 负载电流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金纳二极体 它发生峰溃之后 我后面的负载给予稳压5伏特 所以5伏特除以2kΩ 好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来 我们的负载电流是2.5mA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到 我们要算电流 那电流呢 第一个我们电源端给的电压是9伏特 那我们金纳二极体发生了峰溃之后 它的峰溃电压是5伏特 所以9伏特减掉5伏特之后 是我们R上面的压降 也就是4伏特 好 所以我们就9伏特减掉5伏特 我们知道它的压降4伏特 那再除以它的1kΩ 我们就可以得到电流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知道I它是4mA 接下来呢 IL是2.5mA 那剩下什么东西呢 剩下ID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两个电流 剩一个电流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怎样 总电流I 去减掉IL 其实就等于ID 好 所以它就是怎样 4mA 减掉2.5mA 我们就可以得到1.5mA 好 那这样的部分呢 我们这个有接上实际负载的计算的部分呢 我们就要把握这个原则 我们都要先把怎样 基纳二极体盖起来 先算分压 算完分压之后呢 再怎样 求基纳二极体分压完的那两端点的电压 是不是大于我的基纳二极体的风溃电压 如果它大于基纳二极体的风溃电压的时候呢 我们基纳二极体它是呈现怎样 工作的状况 所以它提供怎样 稳压 所以稳压的电压就相当于我们的风溃电压 好 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基纳二极体 两端点的电压呢 我们刚算出来的VIL 如果小于基纳二极体的风溃电压的时候 它就相当于一般二极体它就呈现开路了 那开路我们就用单一的回路来做计算啦 所以这一节我们就介绍 基纳二极体有涵盖了负载上面的做计算的部分